让我核对一下 嗯 清单上的任务都完成了 旅行者 派谋 辛苦你们了 多亏你们收到联络后 及时赶回来协助 否则最近这么多委托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嘿嘿 小猜一点啦 这两天工作虽然不少 但要做的基本上就只有斑斑货物 护送一下车队什么的 之前听你说人手不够 还以为会有什么艰巨的人物等着我们呢 二位是资深的冒险家 请你们处理这些事的确有些大财小用 不过 蒙德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哎 为什么 说的没错 最近是收获古物和水果的好时间 对于以美酒闻名提瓦特的蒙德来说 也到了一年中最重要的酿酒季 农户们都在抓紧时间出售新鲜的农产品 各大酒商也会收购优质的酿造原料 原来如此 难怪这两天经常听到有人讨论酒的话题 哎 你说什么 真的吗 千真万确 代理团长正召集大家去总部大厅集合呢 哎 快点快点 再不走就要来不及了 喂 等等我 那两位西风骑士 怎么看起来慌慌张张的 哟 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 你们好啊 哦 是凯亚 来得刚好 为什么大家都在往骑士团的方向跑呀 别担心 不是什么需要你们出手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 刚刚骑士团收到了一封大团长的来信 代理团长稍后会在总部大厅召开会议 和大家一起拆越这封信件 哦 原来如此 那我就放心 不 不对 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西风骑士团的大团长 不就是 不就是那个传说中 带队远征的法尔嘉吗 哎呀 法尔嘉信上说了什么 远征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哟 没想到派蒙比我还关心大团长 你呀 很八卦吗 很正常吧 如果有一个你经常听说 却从没见过的人 你也会非常惦记的嘛 秦团长还老说 他是骑士团的当代传奇 真掉胃口 再说远征队离开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可是从没听说过他们的具体动向 代理团长的评价还真是客气 那位老兄在他成为传奇的路上啊 也是给身边不少人添了麻烦 这些等之后有时间再跟你们慢慢说 看你们这么有兴趣 要不要跟我一起回骑士团听听 荣誉骑士也有段时间没露面了 大家都很想你 好吧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凯瑟琳 我们先走一步啦 好的 几位请慢走 嗯 看样子人差不多到齐了 嗨 小可爱 小派蒙 没想到你们也来了 是听说了新的事情吗 对 刚刚我们在冒险家协会附近碰到了凯亚 哇 说起来 我之前还从没在大厅里见到这么多人呢 感觉自己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你也太投入了吧 就凭我对大团长的了解 他既然还有闲工夫写信 要说的十有八九不是正经事 总之 不是坏消息 凯亚说的夸张了些 不过我也认同这个结论哦 毕竟 米卡不是那种脸上藏得住是的孩子呢 你看 就是楼梯前面 站在琴旁边的那个孩子 他之前是优拉队里的测绘员 在勘测方面很有天赋 性格也踏实 远征队出发的时候 他还被大团长任命为队里的前针骨干 这次的信就是他带回来的 各位 请安静一下 既然人员已经到齐 那我们现在开始宣读大团长的来信 米卡 交给你了 是 秦团长 大家好 我是游击小队的侧护员米卡 此前跟随远征队在外执行任务 下面由我代为朗读法尔加大团长的来信 西风骑士团收 大家好 我是凡尔加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请你们放心 远征队所有成员目前都平安无事 太好了 我手心都出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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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个 大家 我可以继续了吗 继续吧 你管 好了 我猜现在你们可以放松心情听下面的内容了 在炉火边写这封信时 我和远征队正在提瓦特的北境驻扎休整 我曾告诉过你们 远征队此行的目的是某个往昔遗留的危险秘密 我目前依旧只能言禁于此 但你们不用担心任务的进展 这两个月 我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于仁仲的执行官 队长 什么队长 我知道于仁仲此前在蒙德的嚣张举动 但从结果上来说 队长这次并没有和我们作对 括号 我猜是因为这次治东国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括号 那家伙用面具掩盖住了一切 让人无法判断他的经历和出身 但他确实是个钢铁般的人 作为凡人 甚至有挑战神的无味 我怀疑他拿着可力的蜡笔 都能捅抱一记守卫身上那个眼睛一样的核心 括号 你们就别试了 括号 侦察兵发现三天前队长已经奉命前往了纳塔 今后不用分出精力提防他 我们也能睡个好觉了 我承认他的某些行动帮上了点忙 但从这个角度看 还是算他欠我们的吧 现在的蒙德应该已经快要迎来龟封家酿节了吧 很遗憾 今年还不能和你们一起共度佳节 大家无时无刻不再怀念蒙德的美酒 还有那些与你们一同度过的日子 和蒙德人民一起好好庆祝节日 顺便替我们多喝几杯 晨曦酒庄每年加酿节先供的葡萄酒就好 愿巴巴托斯大人保佑蒙德 愿我们的思念也能够跟随龟封回到你们身边 法尔嘉 哟 如果你们要问队长和我谁更厉害 我可是大团长 队长咱们骑士团有十个呢 啊哈哈哈哈 啊 信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念完了 谢谢大家 辛苦你了 尼卡 啊 秦团长 那个 我发现信最后那页的背面 好像还写了一些东西 呦呦 信纸不够用就写在这里了 丽莎 下面是给你的留言 啊 好像是大团长写给丽莎小姐的 啊 给我的 既然是特别的留言 丽莎 我们私下再聊吧 各位 正如大团长所说 再过几天就是佳酿节了 我们很幸运 能在这时收到远征队一切平安的消息 虽然他们无法回到蒙德 和我们共度节日 但佳酿节始终是大家的期盼 为了在外努力的远征队 也为了辛勤的蒙德人民 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岗位 克尽职责 当然 休息期间也请适度放松 享受这个久违的节日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解散 我没听错吧 居然还提到了愚人中的队长 呃 感觉是很重要的事 但先别管什么愚人中了 佳酿节听起来是可以免费吃喝的节日 真的吗 还有更多消息吗 小可爱们 要不要一起去找秦聊聊 刚才人太多 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呢 好呀好呀 我们赶快过去吧 莉莎 你来了 大团长的信就在桌上 旅行者 派蒙 好久不见 刚才事务有些忙 没能跟你们多说几句 抱歉 如果最近有空的话 在蒙德多待一段时间怎么样 我们很快就要庆祝佳酿节了 别看秦这样 他从前些日子起 就在念叨你们了 丽莎 你们先聊着 我去看看信 是啊 蒙德也算是我们旅行的起点 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呢 对了 秦团长 关于佳酿节 我和他都不太熟悉 你能和我们讲讲吗 嗯 当然 佳酿节和羽酬节 风花节一样 是十分古老的蒙德节日 同时 也是秋季最重要的节日 蒙德每年秋天都刮西风 传说 这是因为丰收时节 酿酒的香气太过诱人 引来了酷爱饮酒的风神 无论身处何方 他都会化作清风 回归故乡 嗯 是很像风神给人的印象的 因此 蒙德人也把西风称为龟风 佳酿节最早 就是为了迎接 巴巴托斯大人而设立的节日 过去每到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都要酿制新酒 这些酒会被封存起来 至少要留到第二年 佳酿节的龟风日再起风 人们打开尘尿 便意味着邀请风神供应 传说 如果风神对酒的味道感到满意 就会欣然换来微风 为人们送上珍贵的祝福 按照他的性格 难道是祝福大家 来年也能喝到好酒 祝福的具体内容 我确实不清楚 这些故事年代久远 详细的内容已经失传了 有些故事流传久了 完全会变成别的样子呢 比如现在的蒙德人 会为风之花 是什么花产生争执 这就是所谓 人文传承的一环了 嗯 说回现在 归风日敬献风神的传统 仍然保留着 家酿节也一直是蒙德人 分享丰收喜悦 品尝美酒的节日 每年这个时候 都有很多漂泊在外的蒙德人 回到故乡 对于无法回乡的游子来说 家酿节也是他们最想念 家乡和亲人的时候 哦 难怪大团长会在信里说 希望我们的思念 能够跟随龟风回到你们身边 至于今年的活动 我们联合了西风教会和冒险家协会 准备在清泉镇外的国酒湖畔 共同庆祝 节庆期间还会开设传统的美酒集市 美酒集市 最早是酒商和农户们交易酿酒原料的市场 如今的话 不仅会有成品的美酒加酿 还有很多这个季节才有的果饮和小吃 民众们也可以在集市上 出售二手物品或手工制品 骑士团准备趁这个机会进行义卖活动 为城里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们 筹集一些资金 哇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有空时就去逛逛吧 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 对了 丽莎 大团长给你的留言说了什么事吗 嗯 我正想和你们商量呢 大团长说 有一件和雷泽身世有关的事 要交给我处理 雷泽之前告诉过我们 是笨狼里的狼群把他养大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用他的话说 狼群是卢皮卡 也就是他的家人 嗯 我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 但大团长信上说 座中右侧 书架第三列最上面的柜子里 放着一个木盒 里面装着雷泽父母留给他的东西 是时候该给他了 这么说来 大团长其实认识雷泽的父母 看来是这样 大团长与雷泽的渊源 不仅仅是在奔狼岭遇到了他 并教他箭术这么简单 哇 那我们赶快去找雷泽吧 亲生父母的消息 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 真是瞒不过你的眼睛 小可爱 从未联系过的亲生父母 这话题对于普通孩子来说 也不太轻松 更何况雷泽一直生活在奔狼岭 对人类社会接触不深 我不确定 他是否做好了准备 但大团长应该是有分寸的 或许他正是考虑到雷泽的情况 才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 钱的说法也有道理 小可爱们 能拜托你们去找雷泽谈谈吗 雷泽一直把我当做师父 即使心里不愉快 也会有所保留 你们是雷泽信任的朋友 大概比我更适合 和他聊起这件事 那就拜托你们了 可以的话 记得多给他一些鼓励 这个年纪的孩子 最需要关怀和支持 你看这里有一个捕猎用的陷阱 像是清泉阵的猎人们会用的 你发现什么了吗 雷元素痕迹 难道是雷泽吗 奇怪 我记得他之前 都会避开猎人们活动的 总之 我们先顺着痕迹找找看吧 好 这下最后一个陷阱也布置好了 雷泽 辛苦你跟着我跑了这么久 没关系 跑 我擅长 嗯 雷泽 怎么了 味道 很熟悉 远方回来的 朋友 雷泽 走 我们来 咦 原来 杜拉夫先生也在 你们是在一起打猎吗 对 这不最近到了丰收季 野灵珠动不动就跑到镇上和酒庄附近找东西吃 财兰做我 撞塌葡萄架那都是轻的 要是伤到人问题就大了 西风骑士团找我们猎人一起想办法 把野灵珠拦在安全距离外 和棕色猫叔叔抓野灵珠保护大家 哇 雷泽进步很大嘛 我记得你之前还经常躲着猎人们呢 你别说 这次还多亏了雷泽 有他帮忙跟狼群沟通 我们在附近活动时 就不用担心彼此无伤了 能帮大家和卢皮卡 开心 但 要说很多话 累 嗯 不过我们这次过来 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嗯 我 不知道 雷泽 你是不想知道亲生父母的事吗 想知道 但 不想知道 嗯 又想知道又不想知道的意思吗 好复杂呢 旅行者 你来帮我看看刚才布置的陷阱 我们给雷泽留点空间 让他消化消化情绪 嗯 听雷泽那么说 我大致有些猜想 最近我们总是一起打猎 找孩子话很少 但相处久了 多少也知道他的性格 我觉得他是想接近自己亲生父母的 只不过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大过了其他东西 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 对孩子的事还算有一些经验 迪奥娜小时候 我要是出去打猎回来晚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都会紧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生怕我是不要他了 你是说雷泽也会担心自己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 是的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真要出了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好劝他 另外 我还有其他顾虑 雷泽正在以自己的步调成长 很多问题一时半会儿得不出结论 但总是一点点在改变 不过 现在他父母的消息 很可能会迫使他要在短时间内 想清楚自己从何而来 又要往何处去 杜拉夫先生的想法跟丽莎小姐很像呢 这就是成熟大人的思考方式吗 站在另一个立场的话 我记得秦团长的说法 更像是信赖他人 相信直觉 你怎么想 我明白了 他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也放心了 好 我明白了 那我们过去吧 别让他等久了 雷泽 你可不可以 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在想 心里 怪怪的 想被勾勾果扎倒 瓦尔迦 嗯 高高的 很厉害 喜欢笑 嗯 相信 他对我好 给我名字 叫我战斗 他去做重要的事 我很想他 雷泽你知道吗 他信纸都写完了 却还想起来要把那些字挤在背面 特地麻烦丽莎 把你父母的东西交给你 这就说明 他认为那些东西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哦 更重要的是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 旅行者和我 还有丽莎 还有所有的你认识的朋友 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说得没错 棕色猫叔叔也支持你 嗯 谢谢 想好了 我要和你们 去找师父 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你们赶紧去忙吧 这边活干得差不多 我也得赶快回家了 趁着佳酿节还没开始 赶紧多陪陪女儿 下次见 独拉夫先生